火熱了 然後他就跟我說 信仁姊妹 全部人都拿書 只有我們兩個不拿書 然後我說我們要用冥超獵 所以我們就上去宣告說 現今活著不再是我們 而是基督在我們裡面活著 而且我們現今活著 為了就是要享受這個神聖三一神的分次 然後為了就是要執行他神的經倫 所以我們就是要能夠享受分次 然後分次享受 做神出班恩典的好管家 所以這一次我們那個標題就是 所謂神聖三一 在神聖分次中的生活病事後 那我最大的摸著 坦白說還是很有限 在那個所謂很多的字句上 我可能沒有辦法那麼透徹感覺摸著的到 但是呢 我在生活中 在這三間中 我看到我們雅琳姊妹的心思的靈 得以更新 在幾年前 他是一個喜歡說夢話的人 然後 有沒有巧克力好不好喝啊 我想說奇怪 巧克力 我在睡覺上有巧克力好喝 原來在說夢話 那我又被他拐騙了一次喔 這一次還是一樣又被他騙了 因為都跟他睡同床 他就說 我這一次真的做好久喔 我真的很棒耶 我還跟他說 對啊 不是自己來 我還跟他對話 而且我跟他說 老師你說對不對 我真的很棒 欸我發覺他在打胃 欸那我不會 可是主啊 表示他的心中充滿什麼 話就說出什麼 所以我 因為 主啊 為什麼他睡不好的時候 我也不能睡 他睡得很好的時候 我也不能睡 因為主要知道 我這個人需要比他操練得更穩健 因為呢 我很謝謝師務會所的弟兄姊妹 你知道為什麼嗎 其實喔 我們有生過孩子了 剛剛那個 永昌弟兄講到那個見證 我很感受很深 我覺得我們就是說 在這一次的訊息裡面 真的特別講到這個牧羊者的靈啊 我們真的要脫舊更新 不能夠用我們舊有的心思來牧羊人 所以要天天與主連結 敞開禮 深處的向他藥 阿們 所以我常常為著這些小羊 我常常跟主說 主啊我沒有能力餵養 那有時候驅離的有限 說真的 阿們 有時候會抹殺了這些小羊的生命 阿們 但是呢主的身體是夠豐美 阿們 所以我們母奶不夠沒關係啊 外面的牛奶很不錯嘛 所以 我就覺得說 雅玲介著很多的 尤其是你們十五位所 阿們 幫助了我們兩個姊妹 一是指針嘛 阿二是我們養一姊妹嘛 就是說從主的話一直不斷的 包括從師哥 用各樣的智慧來培養他們 阿們 所以我很輕鬆 阿們 我根本就是父主的二 背他的單子很簡單跟很精神 阿們 所以呢這一次我們兩個 我說真的 我跟他說謝謝 為什麼 我說其實我參加 每一次都參加 每一次都有打瞌睡 阿們 好真的 但是呢這一次 感謝主 從一進門上車 一直到結束 我們兩個都沒打瞌睡 因為我不敢打瞌睡 我覺得我要做榜樣 然後他呢 怕被我發覺 因為他都要唸給我聽嘛 阿們 所以我們兩個就 一天就這樣 後來說破的就是 其實兩個人就是說 都有怕的 就是有害怕說 沒辦法做好榜樣 阿們 所以我很開心的就是說 主真的太愛我們了 阿們 好我們三天結束 又再來這個禮拜四 然後接下來我這一週 正是榮耀的一週 阿們 所以我一個很深的摸走是說 跟隨主的腳步 阿們 不管他或快或慢 我們要變化的是我們這個人 因為主永遠不會錯 阿們 他的五步 他的腳步一定是對的 阿們 他一定是對的 阿們 所以呢 我覺得 在這幾週的續集裡面 我摸著三處境界 阿們 第一處就是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神的愛 聖靈的交通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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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喜歡在結婚聚會 講這句話 阿們 那第二句就是 現今活著不再是我 阿們 但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因為他最重要這個神聖的分次呢 就是要將他自己做到我們裡面 阿們 做到我們這些被檢選 與救出的人當中 阿們 我覺得說主啊我們要翻舊照 一定要從深處與你連結 呼求主名 然後讀主化 讓我們這個裡面的舊照慢慢的更新 阿們 所以後來呢 弟兄又特別提到一點 在世夢中我們一定要脫去謊言 阿們 就是說他就講到以福所四章二十五節 阿們 應該大致上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既已脫去謊言 阿們 這個謊言是指舊照 不是指你口裡所出的謊言 你不要以為說你沒有說謊 阿們 你就都好像是一個很正確的人 阿們 我們的舊照其實本身就是一個謊言 阿們 因為我們都是撒旦所養大的 所以我們如何脫去這樣的謊言 阿們 因為這樣我還是很睡不好這樣 阿們 感謝主我們可以應用科技的產品 我就買了有聲書 那個聖經 所以我晚上感謝主我直接倒耳機 裝耳機全部從創世紀聽聽聽聽 哇聽了好多張我根本沒有聽到他 所以我們到第二天同享安息 第三天就有一個榮耀的盼望與結束 阿們 阿們 真的感謝主我們這次很喜樂 阿們 阿們 谢谢大家